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告诉我这边跌破平台颈线 你告诉我这边跌破平台颈线 每一个平台颈线你不断的放空 到今天你也是赔钱啊 如果说你的波浪理论真的这么样好用 为什么在上个礼拜五你跑去留空单 就今天马上直接被嘎到一个所谓外太空 这是为什么我一直在强调 我一直在建议各位啊 你要想尽办法带枪投靠 为什么要带枪投靠很简单 改变战术策略 第一时间了解主力作手的价格观念 第一时间拥有一个所谓主力心态 为什么要拥有主力心态 因为很简单借由主力心态 来破解主力作手的一个所谓片线 来我举例 9月22号的这一天 我请问各位这一根哦 这一根哦不是跌下才放空哦 9月22号的这一天 开盘在9点03分的时候 你敢不敢放空 甚至于有很多看空一路看空 被嘎空的头部老师 即使在9月22号那天 他也不敢放空 因为一路被嘎倒 就已经没有勇气了 可是在9月22号的那一天 我们很清楚的跟你预告 我是采取一个所谓放空的一个所谓动作 就一口气有没有往下狂跌230点 而这个放空的事情 我有没有在9点22分的时候 在你们LINE8里面做一个所谓完整的报告 那时候台北股市的报价在10517 麻烦去查一下 甚至跟你预告完之后 你认为这一段跌这么样深的 我在9点28分 有没有告诉我的会员主力心态 还是个飙飙准准的空 其实有没有再往下大跌200点 那我请问各位 他在寻手法系 因为他要让周线从红灯转为绿灯 就好像上个礼拜五 你跑去放空的 难道我这边测标写是白写的吗 我会不会跟你预告周线 它是个飙飙准准的红灯 上上个礼拜五 我会不会跟你预告周线 也是一个飙飙准准的红灯 你要懂得去尊重周线的角度 老师那不对啊 月线绿灯 那我请问大家 你是做中长线做短线的 你先回答我这个问题 你先回答我这个问题 那我请问各位 那为什么跌下去之后 又往上拉起来 因为他月线他是红灯 上个月是红灯 这个月他是绿灯 有没有非常非常的清楚 非常的容易 所以说当周线绿灯的情况之下 我请问各位 在9月25号的时候 你可能因为手中啊 手中啊没有空单的部位 看到台北股市开个平盘 往上急拉 你真的以为要上去 结果在9月25号的时候 我有没有持续跟会员预告 主力心态还是个飙飙准准的空 就行情有没有如同我的预期 一口气狂跌230点 直到9月26 9月27 连续两天 我跟你预告主力心态 他已经有空转为一个随多 所以说我们反手做多 那我请问各位 为什么我懂得在高档放空 为什么大家跌下的时候 我反而在这边补空反手做多 因为主力心态 绝对不是你们的月线季线啊 如果说你用月线季线 我讲坦白的 光过去这三个月 你可能每天被扒来扒去 就同当时的这一段的一个所谓下伤 不是也是有很多人跟你讲 ABC波的一个所谓大跌 ABC波大跌 难道就只有ABC波吗 难道扣除掉这一些东西 没有新的模式 新的操作作为吗 那我请问各位 我在节目当中 我一直在跟着我强调 你今天一个好的老师 你是可以了解 他盘整盘的一个所谓功力 你更需要知道他趋势盘的 一个所谓完完整整看法 来继续讲下去 来到28号的时候 先往下急杀 再往上做一个急拉 这一个急拉 可能把很多人给骗进去了 因为这一根红K棒的时候 有很多死多头的老师告诉你 那叫做多头运异线 结果呢 隔天先往上急拉 你真的以为要上去了 就在9月28号那一天 我有没有很清楚 跟我的会员预告 主力心态是个飙飙准准的空 就当天有没有一口气 往下跌了70点 这是为什么 而且我都在你的LINE8里面 有一个完整整的交代 交代完之后 9月28号12点10分的时候 再往上拉起来 一样做同样的 一个所谓空单的一个所谓伺候 那这是为什么 我一直在跟着我强调 你要想尽办法 拥有我们的 一个所谓LINE8的ID 因为你之前参加过太多的 一个所谓投顾老师了 所以说呢 基本上一朝被蛇咬十年怕少蛇 而很抱歉 我的LINE8的ID 绝对不是像一般投顾老师 这么泛滥 写在这边 好像很怕你不知道 他的一个所谓看法跟方向 可是我只知道 我的LINE8的ID 我能在一大早的时候 告诉你主力心态 我只知道我的LINE8的ID 最重要重点是 让你能做到 事前的一个所谓预告 事后得到一个所谓完整的验证 不是等涨了一大段之后 才跟你讲说 12点钟 我的9点钟 我的软体出现买进讯号 跌下来一大段的时候 我又告诉你 我又空在一个所谓 最高的一个所谓高铁 能不能拿出完完整整的证据 那我请问大家 我的LINE8的ID 有没有帮助到李先生 有没有帮助到徐小姐 有没有帮助到王妈妈 那你们有没有的加入 利用我们匆匆的360专案 加入我们的会员 你要验证 要验证 真的要验证 而全台湾能拿出时间的 就只有我谢文恩 929的时候 这一根 你还敢相信他叫阳线吞噬吗 929的那一天 我们跟你预告 我们跟你预告 你的LINE8 我们跟你预告 你要站在一个所谓多方 对不对 你说老师啊 可是这个行情好恐怖 如果看起来真的像ABC 这次一定会ABC一定会崩盘 那没有关系嘛 我说过了 你只要有对的一个所谓工具 对的一个所谓方法 你每个星期都可以帮你自己加薪 所以说我邀请你好好把握 我们全方位360 匆匆的一个所谓大计划 再来一遍 上上个礼拜六 也就9月30号 上上礼拜六 没错 上上礼拜六 因为最近放假放太多 我都忘了现在是礼拜几了 那上礼拜六的时候 没错吧 9月30号的时候 9点13分 9点13分 我跟你预告 主力心态是一个标标准的多 有没有看得很清楚 我说你们千万不要给我乱放空啊 可是就一般人月线季线 形成盖头反压 去放空啊去放空啊 那么为什么礼拜六的时候 他心态要多 因为很简单 他要让他的周线从绿灯转为红灯 讲这么多没有关系 你听不懂 直接看对让单 好 这么肤浅的对让单 你就稍微看一下 就来到礼拜一的时候 上个礼拜一的时候 我跟我的会员预告主力心态 还是个标标准的多 他也是盘中垂直的往下击杀 击杀之后尾盘 礼拜一有没有收在一个最高的高铁 可是如果你是看均线的 这一个击杀 你真的以为要崩盘了 而这个主力心态多 包括盘中的一个所谓连线节目 10点30分就给你预告外资期限或同步站在买方 甚至于盘中 你也可以看到我们主力心态的一个所谓方向 红杨来到礼拜二的时候 当心态他有多有多有多转空 我们告诉会员那是一个绝佳的一个所谓空点 因为你很担心这一个行情到底是往上还往下 再来一遍 你只要用对的工具 你一样可以每天 你一样可以每个礼拜 你一样可以每个月为你自己不断的一个加薪 因为你又看到了一个所谓对让单 红色代表他是多 绿色代表他是空 我也很感谢我这些非常可爱的一个所谓会员 他们希望说藉由他们的一个所谓对让单 能唤起大家的民族意识 不是民族意识 唤起大家选对老师的方法 没错吧 10月3号 好 今天讲下去 结果呢 10月5号 10月4号放假嘛 礼拜三放假 礼拜三放假 礼拜是往下急杀 再往上急拉 上下震荡 不知道对不对 看到均线全部盖头反压 这当然一定要放空的嘛 结果你在放空的时候 9点17分 我也很清楚告诉我的会员 心态他是一个标标准准的多 9点46分 还告诉你们 你们千万不要给我乱放空 因为啊 当你下载我们软体之后 你能不能够在第一时间看到一个主力心态 你能不能每天收完盘的时候 帮自己又加到非常多的一个所谓薪水 好 就来到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也就10月6号 10月6号 我告诉你 这边的主力心态有多转空 所以说往上急拉 过高 它是另外一次的一个空点 只有有没有 又往下出现一个所谓急杀的一个所谓状况 那么我请问各位 藉由这种事前的预告 盘中的一个所谓预告 你能不能很轻松吃到龙虾 吃到鱼翅 吃到鲍鱼 所以说全方位360 匆匆乐的一个所谓大专案 差一天差很多 为什么差一天差很多 因为你是需要在第一时间拥有主力心态 为什么要拥有主力心态 再念一遍 第一件事情 主力作手它永远都比你早知道 第二件事情 利用主力心态破解主力作手的片线 片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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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现 要不要这样我放空 这今天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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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一颗头 全力放空 十一点十一分 十一点二十四分 说不对 十一点二十四分 我请问各位 你的老师在干什么 当然放空啦 来到前波箱顶 又在月线跟季线死亡交叉 我建议你去下载我的一个软体 老师我不可能带着笔电到处跑来跑去 我应该有听过有一种行动装置叫做手机 你下载完之后里面有一个九宫格 九宫格 不知道该怎么下载的 广告中的电话把它拨通 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 你就可以去下载我们的软体 里面有一个方式叫做标标准准的指数看盘 你把它点下去 我点点看哦 点下去完之后 我请问各位 我请问各位 这个击杀 这个击杀 你往下对心态它是多还是一个空 甚至于 我有的客人 越做越大胆 你知道吗 哇 这种拼吧 我是觉得个人见仁见智 那就在于说 你对软体的一个所谓相信的一个程度 再看一遍 这个击杀往下的时候 心态多还是空 旁边的对让单 心态多还是空 有没有看得很清楚 有没有看得非常非常明白 那么这个呢 是盘中连线池的状况 是往下击杀 往下击杀 你电脑板对下来 心态多还是空 心态也是个标准准的多 所以说啊 这个不用了啦 这个不用了 每天看我盘中连线就好了啦 所以说基本上 我是建议啦 因为你为什么你不相信它 因为很简单 你的专业知识 不要讲专业知识 讲专业知识不对 应该说你走的方法 走的路是不对的 人家说头上有没有失落 没有失落 没有失落 你就为了面子了 那就没办法了 你也是一样在走路 践行在运动 可是你走错山走错村啊 那今天我只能建议大家 为什么我们叫做全帮位360 因为我们除了要给大家鱼吃之外 更重要我们教大家钓鱼的一个技巧 让你能做到one stay ahead 的预测 这是我们没时间讲的 9月29号 甚至9月29号 9月30号 我在节目当中 有没有连续两天跟你预告主利息太多 跟你预告是过去五天以来 我们第一次看到收盘大鱼日线关键价 有没有跟你预告美国股市 在9月30号就跟你预告 美国股市它的月线 是一个标标准准的红单 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六 上个礼拜五我搞不清楚了 上个礼拜五 有没有跟你预告周线它是红单 那么今天盘中 在12.08分的时候 有没有跟你预告外资期限 现货会同步站在买方 你不用等到收盘 那今天我问大家 外资现货买几亿 外资现货买了93亿 期货也买了4000多口 好啊 目前如果说你是那种很积极的 你现在可能还没在睡觉 台湾有一个期货叫做PM盘 现在PM盘下跌 现在PM盘下跌 那很好啊 那明天开低也会往上走高 有没有讲得很清楚 有没有讲得非常非常明白 那么同样的股票的操作 也都是一模一样 基本上 你看一般的投股节目 每一个都在搞神秘 告诉你这一档股票即将攀出大涨 可是却不敢在节目当中 去做一个所谓预告 那我就是有本事做到股票不用遮 而且连多空防守价 我都在节目当中事前跟大家告知 忘了吗 没关系我慢慢验证 这些我们就不用讲了 这是过去是6月当时的6月6月6月 对对 甚至于2049上云 从8月3号到现在 还在做操作的一个所谓动作 因为它的主力现在是个标标准准的多 5457的宣德长得9支掌停板 没关系过去是的 那我请问各位 你能找到一个老师 一个老师就好了 一档6182的合金 能从9月1号到今天10月11号 已经快一个半月的时间 每天在节目当中就是给你交代6182的合金 有没有 有没有 9月1号当时的合金在21块钱 blablab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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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don't care 我只告诉你主力心态买这么多了一定有问题 当时在21块钱看得清楚 如果结果预告完之后 从21块钱涨到30块钱 总共涨了5支的掌停板 没错吧 还没完 还没完 好 那结果呢 我说过了 吃不到葡萄千万不要说葡萄酸 因为到最后你会烫到你自己 很多人看到合金跌这一段 就随便画一个箭头 说这合金跌了两支跌停板 让你感觉好像有放空合金 在这边你敢放空合金吗 你们都看均线的嘛 一定要月线跟季线死亡交叉 你们才敢放空 对不对 结果当他跌破了月线还是季线的时候 你知道有多少头顾老师跑去放空合金吗 因为他说谢老师太嚣张了 他们的会员全部带枪投靠来找谢文恩 所以说如果合金能从这边再跌回到20块钱 就可以把谢文恩的会员给抓回去了 有这么容易吗 来去看去哦 结果呢 我问大家 好再念一遍 事前预告事后验证 我为什么 我为什么能做到股票不用折 而且连多空房走价来自己掉9月26号重购单 9月26号那一天我在节目当中 我跟你预告股票不用折 事前预告事后得到完整验证 26.15就是合金的买点 希望你选对专业哦 还没完 来来来来 929刚好这一根 拳头顾都跑去放空 空啊 很厉害啊 很会空啊 You will regret 看我节目又可以学习到英文 这叫标标准准 你一定会后悔 好不相信 买给你看 买给你看 还没完 还没完 那为什么合金这一根 这一根破线破价 这一根破线破价 我说你会后悔 因为你的软体根本没有合金的主力平均成本线 还记不记得 可曾当初跌破主力平均成本线 碰 又多跌60块钱 合金有跌破吗 对下主力现在对外空 然后到今天呢 123456 来今天念给你看 8点55分 6182的合金29.7出 8点55分 从26.15到29.7 刚好又一直涨平坏 往上移总共123456 好南亚科大家慢慢解释 那么合金从26.15到29.7 算不多 算3.55 你随便买个20张 你放空赔了6万 把你的钱拿给我会员 好爽 反正我说过了 你们又不行善不失 那把钱给我的会员 我的会员会帮助大家 好老婆的话云圈 南亚科88块钱出一半 来为什么 没有时间解释 你把我课程带回去 因为 因为为什么 因为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我就看到南亚科88块钱 已经成为南亚科的空方防守价 而这所有的讯息都在8点55分 扒出去的 合金杀 2408 南亚科88块钱 今天最高88 谁卖下来的 会不会算 上个礼拜 老婆再大一点 你就已经看到了 88块钱 做关键价 月关键价 你不会算 你告诉我你在做股票 那你怎么金店 一档金店可以赚6万块 来 跳快点 时间不够 9月份 现在已经进入10月份了 10月份 来 10月份到哪里了 来看清楚 包括 慈忌 然后再包括招新 还有唐氏证 再同唐氏证 我们来到了 这一个是中华民国 这也是唐氏证 一个是200块 一个是红十字会 5万块 再一遍 会员 你们不用去担心那个金额 我是觉得 重点在于那个心 我们今天所做的每一件善举 我讲坦白的 就轮回一个角度 我们是在帮自己种福田 对不对 那么今天所做的每一件善举 我们所不失的金额 绝对没有主力做手多 真的 人家随便为了结税 随便一圈圈的500万 捐一千万 我们怎么可能追500万 捐一千万 那么这个曾先生曾小姐 不好意思 5万块 中华民国红十字会 捐的比我多 我每个月捐一万八 你是捐五万块 真的 感谢你们的爱心捐款 就是因为由你们 而成就了我们今天的精准度 那我说过了 一个老师的精准度 你们都有记载而理 不是他每天告诉你 买最低卖最高大赚 你就相信 那当然如果你认同我的事前预告 光一档合金你就吓死了 事后你得到一个所谓完整验证的 全方位360真的差一天差很多 只要360 记得改变网时间 播通电话键 玩家群 男性护理师 够专业有耐心 让病患家属很放心 肩负300位旅客的安围 女性也可以成为优秀机师 性别不是阻力 尽情发挥潜力 华信投股 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帮您确实下好每一步棋 长期布局 投资战略 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 洞悉盘式策略选股 华信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 请不吝点赞 achek it out 网络交朋友怎样才安全 歌詞不乱填 坏人看不见 WOW HOO 窦网址不乱点 小心有诈骗 交由要慎选 约会西半件 地点要安全 野狼不出现 记住以上这几点 网路交友乐无限 OhYeah 有限电视数位化 不但画质更清晰 还可以用一技术率串联网路 享受多样化的数位加持服务 让我轻松成为生活智慧王 2017有限电视全面数位化 让我们一起实现数位台湾智慧家庭 打开肌肤吸收关键 Cicely抗重活肤前导水精华 孕育高吸收力基底 在线抗老传奇 打开双眼最美角度 全新预制眼唇霜 开启肌肤青春奥秘 Cicely 周一至周五晚间七点到八点 全球新观点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我一直很鼓励大家去下载我们软体 因为早一天下载 我讲坦白 它的差异真的非常非常大 我请问各位 六月就不用讲了 不用讲了 我问大家一件事情 一档6182的一个所谓合金 你到底有没有办法 一档股票可以操作一个半月的时间 去享受那六支涨停板的荣耀 那如果说小时难道你的软体就只会做多不会放空吗 我不好意思 九月十三号的时候 我在节目当中所跟你预告这些空方标的 我九月十三号自己掉重播大油 预告完之后那些股票有没有全部脱抗底 红耀在九月十三号的那一天 我所跟你预告的一个所谓多方的一个所谓标的 我请问各位 今天你有没有看到3105的一个所谓稳帽 它的股价有没有再创一个所谓波段挂牌新高 有没有都事先讲都完全不用遮 完全都没有遮股票 厉害吧厉害吧 还没完哦 在九月中跟你预告的3545的敦泰 你要非常非常小心 主力心态主力心态在44块钱 它有多转空 而且股价跌破多方线 再一遍 很多人看到合金跌破月线跑去放空 可是他根本不知道合金主力移动平均成本线在哪里 主力只是把它压回来吃货 再拉一只涨停板 红耀3545的敦泰 我请问各位 我在九月自己调从不带来看一下日期 我看不太到 九月中的时候 跟你预告它的主力心态是个标标准准空 而且跌破多方线 来看一下敦泰哦 今天可以预告 预告完之后上下震荡还准 今天我们再杀一根 那为什么 因为它的心态 它是个标标准准空 更重要重点 你下载我们手机版 电脑版也都是一模样 我们有给你最及时的讯息 来看一遍 时间不够 10月6号 也就上个礼拜五 8点23分的时候 南亚科86块加码买进 86块加码买进 红耀今天8点43分 你根本都还没起床的时候 今天是南亚科最高的高点 谁卖的 还是你要看到美光大涨跑去追 美光大涨88 把上个礼拜我的加码单全部给出掉 还没完 好的老师 短线也要赚 波段也要赚 当冲也要赚 来再一遍哦 再一遍哦 我说过的 你每个星期 为你自己加薪2万块 好 老师2万块要很大资金 那没关系加薪1万块 你一个月 可以帮你自己加薪10万块 所以全方位360的大计划 真的无论如何 你绝对不能错过 9月份 你也看着对乱单 对不对 你也看着总薪额的 一个所谓对乱单 来再一遍哦 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 10月6号 上个礼拜 核金往下击杀 往下击杀 再买 谁说 我不能当冲核金啊 我可以隔日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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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清楚 今天 今天卖掉 今天卖掉 卖掉嘛 卖掉嘛 价钱也给你看到了嘛 竟然是8,543块 还没完 还没完 老师 再一遍哦 核金 亚光 中股票 杀下来 你要去寻找他们买点 你不知道买点在哪里 麻烦去下载我们的软体 你如果说连我们的软体 都还不会下载 不用说打屁股了 至少说 你下载完之后 你在电脑版的右半边 手机版的正下方 你可以看到每一档股票 它明天的多况方向再变 这档股票叫6.121新普 我股票没有这哦 今天急杀 干嘛 不敢买啊 涨 你不能追股票 不要追股票 他敢不敢买 他敢不敢买 又不敢买 不敢买 我也没有办法 所以说基本上 你们今天都已经得到 完完整整的一个事前预告 事后得到一个完整的验证 因为我希望你能够选对专业 那当然如果说 你有每天做笔记 帮我作证 得到完整验证 全方位360 真的只要360 感谢黄贤 播通电话叫做玩卡许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放置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险险评估 并次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仲参考